愿神的天父上帝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聚集在祢的面前 主啊 我们的心淡淡的专注于祢 我们眼目在祢自己的龙面 我们预备好让祢自己的话语 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 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主啊 祢有话对我们说 今天我们愿意说 阿爸天父请说 我们愿意听 我们渴望看到我们的生命可以有突破 可以有成长 主耶稣基督今天你就是我们的焦点 我们这时刻求祢的圣灵高摩祢的仆人 让祢自己的心意 祢的话也讲解得清楚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和喂养 我们感谢祢让美好的事情发生 把荣耀全都归给主 奉耶稣基督得胜圣灵 祈求感谢的 Amen 我们同样的一起的来做这样的胸告 我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是我生命的灵量 我相信圣经所说的 我是谁 我愿有什么 我能做什么 以及也是我生活的最高准则 我以诚实温柔良善的心 来领受神的话 并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遵守 我将不再一样 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宣告 Amen Amen 弟兄姐妹 我们再次的来拍掌 尊容耶稣基督的同在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耶稣我们尊容祢的同在 主耶稣基督我们爱祢 我们谢谢祢 祢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耶稣基督我们爱祢 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的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要跟大家的来分享 因为这是我们 lock down的第一个的主日 然后我们面对这个的疫情 还记得我们两个多月前 我们听到的是武汉的 这个的疫情 我们看到都是别人 没想到这个的 新冠病毒的海啸 这么快就吹到我们这里 新西兰 而如今在基督城 我们全国都要这样的 在居家隔离 所以我们要问上帝说 主啊 我要明白祢的心意 我们看到面对疫情 我们的生活按了暂停键 我们的生命要回归到基本面 我知道这个暂停键不是我们主动按的 是被动的 被动的要按这个暂停键 感谢主 神自己一定有让美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基本面 我们就一起来看 首先当我们在全国这个居家隔离这四周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想到什么呢 你觉得这是好还是坏 你觉得这是好还是坏呢 其实这居家隔离对我来看 这就是弟兄姐妹 是我们为父的账单 我们还没有父的账单 那这些的账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个基督城的这个市中心 这广场 你看这两天是空无一人 我们来看到底我们还为父的账单是什么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这居家隔离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天空少了许许多多的飞机 然后呢 鸟儿飞行好像很安全 路上也少了车 如果有些动物要过这个的过路 也都很方便 河里面也少了很多钓鱼的 所以河里的鱼永远很安全 我们看到这个工厂的光闭 我们看到天空开始出现柵狼的 这个非常美的这个颜色 我们也看到河里面非常的清澈 那有些地方像威尼斯 连鱼都游回来的 海豚都游回来的 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我们还为父的账单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欠上帝很久说 上帝啊 你给我一点的时间 我就可以有机会来读经祷告 来敬拜你 亲近你 弟兄姐妹 接下来我们会有这四周的时间 我们可以花时间来亲近神 你说没有啊 我还是要在家里上班 对 但是我们可以从去上班的路上这段的时间 跟回来的这段时间 省出来 让我们单单的来亲近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可以来读他的话语 我们可以花一点的时间 到你的花园那里去跟上帝来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还为父的账单是什么呢 就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说我们太满路了 我们没有机会跟我们的配偶来沟通 我们来了解他这四周的时间是我们一个机会 来跟我们的配偶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但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样的近距离的甚至24小时在一起的时间是好是坏呢 我还记得前几天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了我们夫妻关系的十堂课 鼓励大家可以去看可以去读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为还的账单是什么呢 就是跟我们孩子的关系 跟孩子的关系 当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很开心 很开心 终于有爸爸妈妈跟我们一起了 不用充充忙忙的去上班 可以在家里做父亲的 你知道这个时候你的男孩子非常开心 你的女孩也很开心 终于可以跟爸爸在一起了 那各位做父亲的 要不要想一点点子如何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呢 这是我们为还的账单 我听到有一个弟兄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小家分享的时候 他说这几天封闭在家里 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来观察 原来我的两个女儿这么会画画 然后也会主动的帮忙妈妈做家务等等 然后他玩那个乐高的这个季步 也都玩得非常的有创意等等 你放到父亲也许我们过去很忙碌 我们没有机会 我们没有机会去观察我们的孩子 甚至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过去也许没有机会去观察我们的妻子 过去在家里带小孩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且还要做家务或者等等 今天我们在家里上班的时候 或者是可能你不用在家里上班 我们不但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配友 更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 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了解 让我们可以口里面多说一些感谢他们的话 弟兄弟们珍惜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这是我们过去未付的账当 如今上帝替我们按了这个暂停键 要我们赶快的来开开心心的付这个账当 真的很美 也许如果你家里面有种宠物 你的狗狗肯定很开心 终于我的主人不愿去出外了 真的孩子们不愿上学了 一定很开心 也许你家里的猫很不习惯 为什么你没有去上班 因为平常大人去上班 小孩去上学的时候 家里的空间都是猫的 现在突然间他发现到他没有空间了 多多注意一下你的宠物 这都是我们未完的账当 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 关于这个lockdown这个封闭的时候 到底全世界你知道有多少的国家 在这个的光风里面呢 那我在这里列出来的 在这里列出来的有大概29个的 29个的国家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有多少人呢 多少人在全球这样的封闭里面呢 那我用的是这个英国的这一篇的 Express的报导 他说这个全世界在2020年3月的时候的人口 是有78亿 78亿的人口 到3月26号的时候 他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因为这新冠病毒而进入了不同形式的 这个的lockdown这个的封闭 那么目前呢 有超过30亿的人 超过30亿的人在 大约70个国家都被政府要求 国家或者一些地区被要求 要留在家里面居家隔离 为了安全的缘故 所以弟兄姐妹 这也许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 这一次的lockdown会有这么严重 所以这是一个全球性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 但既然这个的新冠病毒 却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全球性的试炼 全球性的攻击 那我们真的一定要思考 我们一定要问主说 主啊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好 我们再来看这另外一张图 这是3月28号的 这个所摘录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的报道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 这个表格 我们来看这个是美国 还有意大利 那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的感染的 确诊感染的人数 中国现在已经平了 那美国已经超过10万了 已经超过了 我们都知道 川普上任以来一直说 American first American first 美国优先 美国优先 我想他一定是没想到 连这个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 美国也要优先 OK 那我们来看这另外一个的图 你发现到红色的 这个颜色越深的 就是他被这新冠病毒的 试列的感染确诊的人数是越高的 好 那么颜色淡的就是越少 那在这一幅的图画里面 你看到什么 我们知道这是3月28号的速度 今天 今天的新闻 睡了一觉起来 又不一样了 昨天是28号 今天是29号 睡了一觉起来 告诉我们已经超过60万了 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60万 而这一个的死亡人数是超过30万 单单意大利就 三万对不起 是三万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三万 单单意大利就9000多例 接近1万例 接近1万例 而这三万例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个欧洲的死亡人数 已经永远的占了 大概一半 那我们来看 我们要来看这个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 这一个的国家 我们发现到这些的红色的 包括这里 欧洲 美国 还有伊朗 还有 我们知道 中国 你发现大概是这一条线 特别多的红 然后我们也看到 特别是在欧美这些的国家 还有包括中国 我们知道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 为什么感染特别严重呢 印度现在也是全国13亿的人口 也要居家隔离跟封闭 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经济发达 有钱 可能很多人在旅游 旅行 公干 等等 各方面 以及把病毒很快 非常快速的就带到 这个 这个不同的国家 特别是这些发达的国家 人口非常的密度 感染性也就特别的强 但是你发现到像非洲 这些的经济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 反而 反而感染的人数没有那么多 就让我们看到原来越发达 越发展 越有钱的 可能所面临的这个病毒的感染 也就越大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 好 我们继续的来看 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 过去 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人生有一个暂停键 请问你会按吗 如果这次不是被要求 我们是被逼的要暂停 如果是你自己选择 人生有一个暂停键 请问你会按吗 我相信 有些人很渴望按 但是他说按不下 没办法 因为我要上班 我需要养家福口 我有我的事业需要经营 等等各方面 我相信很多人想要按 我们能够按的话 最多就是按个几天 或者我们的年假 按一下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很想按 但却是按不下去 但今天 全世界超过 三分之一的人口 已经被按了这个暂停键 你想上帝对我们说什么 那我们 你如果会按的话 你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是疲惫吗 乏力吗 还是你觉得你的家庭 真的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关注 更多的关注 我的孩子一天一天长大 我真的需要花点的时间来去了解他 跟南杰利美好的亲子的关系 好 那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 新西兰关闭四周 请问你开心吗 你不开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也许你说我不知道 这个封闭四周之后 会不会再延长多两周 延长多四周呢 我们不晓得 不晓得 也许你说封闭之后 开封之后 也许 你失业了 也许你失业了 而且你也不知道 在这四周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 我有没有机会被感染到呢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担心 那我想在我们这种封闭的时候 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到底我的人生在追求什么 在我的人生追求什么 什么是我最有价值的 在我生命里面 什么是我最有价值 是我最看重的 当我最看重的 有这些的时候 比如说 也许我跟商业的关系 跟配偶的关系 跟孩子的关系 还有我跟我事业工作的关系 我跟朋友的关系 我跟财富的关系 我跟大自然的关系 我们会有很多 我们很看重的东西 那请问 今天当我们暂停的时候 我们重新的来去思考跟反省 到底我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好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 我们过去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过去 没有暂停见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真的是在往前冲 而且日复一日的 甚至是重复的 我们都不觉得 一直到我们里面耗尽了 我们觉得很疲惫 很枯干 很无力 甚至忙碌的时候 跟上帝都请假了 觉得离上帝非常的遥远 弟兄姐妹 我们过去 我们每天工作 我们有我们工作的目标 有我们经营企业的目标 我们都在工作 我们花很多时间工作 一天八个小时 或者是更多 我们工作的目的 是为了要有收入 所以可能我们会有 投资在股票这方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些的投资 那我们知道 我们人生的一些的 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也许对许多人来说 就是累积财富 累积财富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 的股市的崩盘 让许许多多的人受伤 讲到追求工作 也许这一次的疫情 带给很多的公司倒闭 也许让很多人失业 弟兄姐妹 我们所追求的 好像砍花一线 很多人可能追求的是豪宅 但是如果豪宅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家人的关系如何 像现在居家四周 我们在一起 到底我们的家人的关系 是更紧密呢 还是更多的争吵 更多的冲突 过去还有机会 出去外面逃避一下 借助工作来逃避 借助娱乐 借助运动来逃避 那如今 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大房子 我们住在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家人的关系不好 怎么办呢 我知道在欧洲 欧洲已经发了这个新闻 特别提醒警方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在这种居家隔离的时候 会有很多家暴的事情会发生 不管是对配偶 不管是对孩子 对他们都要特别的来注意 也许我们 我们追求的是这些 但如今这些的疫情来到的时候 很多人失业 有些人在股市方面受伤 一夜之间失去了很多的财富 有些人发现到 可能连房子都没有 但是有房子的 如今我们的关系如何呢 这是当我们去思考 我们过去那么难路 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等到疫情发生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当我看到报纸的时候 我才发生到有一些事情 很令人惊讶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当病毒开始肆虐的时候 人们面对这个病毒 可能被感染 可能生病失去健康 甚至死亡的时候 你知道人们在这最后的时候 恐慌的时候 紧张的时候 请问人们追求的是什么呢 人们追求的仅然是 才几毛钱的口罩 而且还圈我 今天报纸灯 法国向中国订了 10亿 10亿个口罩 而且需要用 56架次的飞机空运 装机来空运到法国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在我们健康的时候 口罩在哪里 我们甚至都没有存货 但是如今 人们在生命面临 威胁的时候 抓住的仅然是口罩 而且更奇葩的是 有人专门去抢这个卫生纸 弟兄姐妹 这次的新冠病毒 不会让人流鼻涕 也不会让人拉肚子 为什么要抢卫生纸呢 想不明白 想来想去就只有 很可能就是这个答案 因为可能大家 需要去抢购这些生活用品的时候 发现到购物车里面很空 除了已经该买的都买 还有很空 没有安全感 不踏实 突然间看到这个卫生纸 又大又多又便宜 拿两三个放在购物车里面 一下子满满的 庐山那么高 感觉自己好像抢了很多东西 感觉踏实了 很有安全感的 然后就去复站了 可能很多进来的人看到 哇 你的购物车里面 有这么多卫生纸 因为这些都会有一种感染力的 别人看到这 哦 卫生纸 如果有人买这么多 肯定很重要 我也要去买 其实 弟兄姐妹 卫生纸不能带给你安全 卫生纸不能带给你防护 卫生纸不能带给你安慰 为什么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生命却是抢这些东西呢 如果我们剩下还有点钱 我们就是在 有些人受感染重症的时候 他们要的什么 要的不是金钱 要的就是呼吸机 而且呼吸机难求 现在纽约市长库莫 跟联邦政府要 四万台的呼吸机 川普说我没有 我没有 你自己想办法 弟兄姐妹 呼吸器 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的危机来临 威胁来临 我们的生命面临这样的考验的时候 我原本以为人们的反应应该是这些 第一来到上帝面前 来到上帝面前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受感染 会不会是重症 能不能很怕 也许我这样走 我也没有预备好见上帝 我以为会有很多人会打电话来给牧师说 牧师 我很恐惧 我很害怕 我没有把握见上帝 我没有把握 万一我朗病了 重症了 我不知道我没有机会 或者有没有把握 我是蒙恩得救的 我要见上帝 或者一些卫星的朋友打来说 我想认识耶稣 我觉得我面对这次的疫情的时候 我非常的恐惧 我需要耶稣的安慰 我需要耶稣的救恩 我想信耶稣怎么样 弟兄姐妹 没有 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这样的来找我 不知道有没有找你 但是有 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一些 我有帮助了一些人 弟兄姐妹 我以为很多人会来到上帝面前 向神忏悔 向神认罪为感 然后求神说拯救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时候 我会去哪里 我没有把握 我需要你 耶稣基督 你的救恩 我需要你的赦免 我需要你的平安 弟兄姐妹 我以为是这样 但是目前我看到的是 还没有 因为教堂都 都关闭了 但是还好 我们有社交媒体 可以互动 好 我以为在目前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多的家人 紧密在一起 你发现到最后 什么是我们的基本面呢 信仰是我们的基本面 家人是我们的基本面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是我们的根基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弟兄姐妹 你看工作可以暂停 股市可以崩塌 而且这些外在的物质 却不能够满足我们 就不能带给我们安慰跟平安 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候 你发现到是家人 家人彼此的相处 彼此的保护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安慰 而且家人在一起 会有很多的笑声 跟创意出来 家人 家人是我们的基本面 还有另外一个 其实在这个瘟疫 肆虐的时候 很多的人都在社交媒体上 传了这个消息说 各位做父母的 各位做丈夫 做妻子的 一定要预备好 你的最后的那几句话 你怎么分配你的财产 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了 我们走了 但是如果我们在遗书上 或者我们在一些的遗嘱上 没有写得很清楚 会带给很多的麻烦 很多人说 你不知道这次会不会 患上这个的病 但是遗嘱很重要 对 接下来活下来的家人 是非常大的帮助 我以为人们会重视 跟专注这些 弟兄姐妹 请问这事 你有预备好的吗 面对这次的疫情 你有没有回到基本面 生活被按了暂停键 请问你有没有回到基本面 与上帝的关系 调整的自己 与自己的关系 与家人的关系 与孩子的关系 配偶的关系 父母的关系 以及对人生的未来 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件事 离开这个世界 请问对于我所拥有的 我的财富 我的不动产 我的等等这些 我做了怎么样的安排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 当关于人们所追求的是什么 透过这个暂停键 让我们去思考去反省 我们来读几节经文 耶稣讲我们今生的生命是什么 第一个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 好不好在电脑前面 电视机前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亲口说了这句话 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好处 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 如今超过三万多人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而过世了 我们知道英国最近很惨 英国最近真的很惨 首相确诊 他的卫生部的部长也确诊了 而且特别是英国王室的王储 超尔斯王子 等了一辈子 他们说还没有等到皇冠 但却是等到了新冠 因为他也被确诊新冠病毒 弟兄姐妹 若我们赚得全世界 如果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病毒 我们赔上了 不要讲生命 赔上了我们过去所追求的 请问有什么好处呢 人还能够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五节 耶稣也这样的对众人说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他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 有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乎 家道丰富 另外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 再次让我们的人生 调整我们的焦点 把我们人生的目标 重新做一个调整 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 耶稣说你们要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都必加给我们 弟兄姐妹 神的国就是让神来 掌管我们的生命 神的义让我们追求 神要我们活出的怎样的人的生命 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品格 当我们这样恳不追求 让耶稣居首位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 这一次让我们回到 我们的生命的基本面 耶稣为中心 我们和我们的家庭都需要耶稣 好 那还有一段我讲一下这一个 因为大家都对新冠病毒 非常的了解 那我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是一个新冠病毒 我们看到他长这个样子 其实真的是很丑 很丑 新冠病毒 而且这么样的有威力 我们来看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比新冠病毒 更丑陋的是什么呢 人内心里面的罪 人内心里面的罪 人的罪更丑陋 更丑陋 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寄出谁能试透呢 那我们很快的来看 我把新冠病毒跟人的罪 做一个的对比 我们来看都是一个人的影响力 一个人的影响力 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 罪 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所以死就临到所有的人 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我们来看 罪是借着一个人 就是伊甸元的亚当 特别是夏娃 赐了那个国子 进入了这个世界 然后死从罪而来 死临到所有的人 今天我们可以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然后在维基百科 你去看这个新冠病毒的维基百科 讲到这个病毒的来源 他当然没有定论 他说目前 他说学界就病毒的自然 一元上古定论 因为一方面在2020年1月21日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在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发表的论文 以及2月22日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黄南农业大学和北京脑科中心 研究团队的报告认为 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 当然也有人的研究 我今天我就是 这个再录了一段 下面还有继续 他说有些研究认为是蛇 或者是其他的动物 好 那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如果我们没有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比如说有人说是什么 实验室里面出来 我们先不谈这个 我们先讲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 那我们来看 这两边不管是新冠病毒跟罪 都是一个人造成的 而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 首先因为一个人贪吃 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贪吃蝙蝠的贪吃野生动物 结果他发病了 他自己不知道病毒 你看就传开了 结果如今就成为全球的问题 因为我们进入成球化 就进入全球的问题 进入了全人类 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 因为一个人的贪吃 下蛙贪吃 吃了不该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 然后罪就进入了全人类 为什么下蛙贪吃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 因为上帝说那是不可吃 那个是使人骄傲的 这一个的果子是悖逆神的 不听神的话语 要听自己 想要让自己与上帝同等的 他的意思是这个 那个分别上个书的果子的意思是这个 小蛙吃了 给他的丈夫吃 结果罪就进入全人类 所以你发生到新冠病毒是 有人吃肉 贪吃肉 而罪呢 是因为小蛙贪吃水果 哇 都是因为一个人 贪吃 吃了 不该吃的 而导致了 这个破坏了整个人类 第二我们看到新冠病毒也是看不见 但却是有非常大的能力 同样的罪也是看不见 却大有能力 弟兄姐妹 你没有想到 新冠病毒的能力有多大 大到一个地步 它所带来的破坏力 是从来没有过发生的 你想想 全世界 从人类有史以来 有哪一次因为病毒而停止了这样聚集在一起的聚会 不管是全球的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还有呢 其他宗教包括伊斯兰教 犹太教等等 全都按下暂停键 弟兄姐妹 你看到没 这个新冠病毒这么大的能力 逼得政府 焦头烂额 面对公共卫生 如何保护他的子民 面对接下来经济的困境 甚至经济会被进入萧条 面对事业率的飙升 面对这些公司企业的倒闭 面对债务的上升 你看这些做政府的非常不容易 他有这么大的力量 一个人的贪吃 同样呢 我们也看到罪 非常大的能力 可以把一个好的关系 因此骄傲自私 他人破坏了整个关系 破坏了整个家庭 甚至破坏了全人类 新冠病毒可以肆虐 两年 一年 两年 就结束了 但是罪却是在人类的破坏 那程度是世世代代 到今天 如果我们没有朝向十字架 耶稣基督 那是无法解决的 我们知道上一次发生这样病毒的肆虐 大概在一百年前 就是一九一八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的阶段 发生了这个西班牙流感 听说那时候有五千万到一亿的人死亡 因为不知道 没想到一百年后 病毒同样发出这么大的力量 带来全球的破坏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力 感染力非常强 人人都害怕 谈新冠病毒 而胆战心惊 同样的 罪的传染力跟感染性更强 是百分之百 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问题是 人习以为常 不愿意去面对 又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有 就不奇怪 我们看到新冠病毒带给人健康的破坏 带给人的痛苦 折磨 甚至严重的话 带给人死亡 同样 罪 也会带给人破坏 带给人痛苦 带给人折磨 而且也会带给人死亡 而且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第一学姐妹 多少的关系 多少的人生 多少的情况都是因为罪 骄傲 贪婪 自私 说谎 等等 带来多大的破坏 我们看到 狼病的情况 因人而异 同样犯罪的情况也是因人而异 人人都犯了罪 但我们知道有些人犯了 刑事上的罪就被关在监牢里 但有很多人的罪 虽然法律没有办法对付 但是却是带来很严重的破坏 再来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好 我们来看 新冠病毒使人隔离 同样的 罪使人与神隔离 与自己隔离 就是我们很难接纳我们自己 欣赏我们自己 甚至很自卑 然后与别人也隔离 我们也看到新冠病毒的死亡率 从不同的国家来看 由1%或者不到1% 一直到意大利最高的 接近10% 超过9% 接近10% 我们知道最大来的死亡率 是100%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冠病毒 它是无形的敌人 你看不见 你摸不到 它确实在你的手上 确实在你的四周围 人无法看拒说 我不要你 不 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 必须要靠自我的防护 跟我们自身的免疫能力 同样 罪也是无形的敌人 人无法看拒 我们人必须要靠自我的警醒 警醒 以及上帝的恩典 我们来看 新冠病毒 我们都很渴望 今天还没有 还没有疫苗 疫苗出现 我们都很渴望有疫苗 但是罪已经有疫苗了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谦卑我们自己 接受祂的救恩 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赎罪的宝血 来赦免我们的罪 接近我们的生命 新冠病毒 你需要个人接受治疗 别人不能代替你接受治疗 同样 救恩 也是需要我们个人 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当我们接受治疗 当我们人有了抵抗能力 有了免疫力 在老病的几率就很少 我是指恢复的人 从新冠病毒里面恢复的人 他体内有了这个抵抗力 他在老病的几率不是没有 是减少 同样我们人 有人救恩 我们可以胜过罪 一定要靠主的恩典 主的力量 我们可以胜过罪 但如果我们没有亲近主 没有让神的话 作为我们的保护 我们也很容易再次被罪恶所胜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思考 新冠病毒跟罪的比较 我们要问 今天每个人都很怕新冠病毒 请问 我要问的是 请问你怕上帝吗 请问你怕上帝吗 耶稣说得很清楚 耶稣说 敌人 这些的仇敌 他杀我们的身体 但不能杀我们的灵魂 新冠病毒可以破坏我们的身体 甚至夺走我们的命 但不能夺走我们的灵魂 但只有永生的上帝 烈火 祂是圣洁的神 只有祂 耶稣说 才能够杀我们的身体 跟把我们的灵魂 丢在地狱的火壶里 因作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的罪 没有得到解决 弟兄姐妹 这个罪不单单只是讲到 形式上的罪 而是讲到人类心里面的罪 人的罪 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 耶稣基督的救恩 来我们今天 我们透过这个新冠病毒 我们来思考 我更怕上帝呢 还是我更怕新冠病毒 弟兄姐妹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好 所以圣经再次告诉我们 那也是一个人的影响力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 因为亚当下完的犯罪 罪就进入了世界 如今末后的亚当 耶稣他来了 他解决我们的罪 所以圣经说 如果因那一人的过放 使就因那一人而掌权 那些蒙丰富的恩典 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 就更要因这一位 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 所以这样看来 因一次的过放 所有的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单单的罪恶 第三天从十里复活 他完成了救恩 如今所有的人 就是那些愿意相信 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都被称义得生命 弟兄姐妹 都是因一个人的影响力 一个人的影响力 今天你有这个选择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进入你的生命 做你的救主 做你个人的主 赦免我们的罪恶 上帝使用病毒 新冠病毒做了什么呢 我看这个可能就下周讲吧 因为时间到了 我讲得很兴奋 很开心 好 下一次继续跟大家的来讲 我们如何面对 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况 神许可 这个新冠病毒是人的罪造成的 是人的罪造成的 但神许可他发生 魔鬼的心意 要通过新冠病毒 是他制造 要来破坏人类 然后上帝确实要 解决他 带来正面的活效 上帝可以使用新冠病毒 带来正面的活效 下一周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弟兄姐妹 这时刻今天 我们的生活被动的按了暂停键 我们回到 我们的基本面 就是我们的家人 如果过去 你的夫妻关系 有待突破跟成长 如果过去 你跟亲子的关系 有待突破跟成长 这是一个机会 要来付这个账单 关系的账单 求上帝给你恩典 智慧 谦卑的心 来去做 修复跟建立 如果过去 满路儿 跟上帝请假太久了 那我们通过这一次的 暂停键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人生 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是那位创造我们生命 上帝说了算 让我们回到他那里 等候他 对他说 我的生命需要让你来重整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 回到我们生命的基本面 与上帝的关系 与自己的关系 问自己 我在追求什么 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什么是我的价值 核心价值 我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来思考 然后跟家人的关系 也是一个机会来关心我们的邻居 关心我们的亲友 好不好 你为自己来祷告 你跟上帝说 让我不浪费这次疫情 不浪费这次四周的居家隔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如果在电脑前面 电视界前面的朋友们 今天你听了这篇的信息 你知道原来新冠病毒 带给我重新的思考 我自己和我的人生 面对新冠病毒的可怕 但是我们人的罪更可怕 你愿意相信 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个人的救主 跟生命的主 你知道今天是一个 最好的机会 你就可以根据我 做这样绝制的祷告 你说 主耶稣基督 我需要你 谢谢你爱我 为我的罪 我的过放 我的不义 死在十字架上 付出了你生命的代价 为了是要拯救我 解决我的罪 你第三天从十里复活 我承认 我是个有过放的人 我得罪了上帝 也伤害了我自己 得罪了我身边的人 我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 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也做错了许多的决定 我很后悔 我破坏了许多的关系 我对人生是很迷茫跟无助的 沮丧的 恐惧的 疲惫的 我觉得我受够 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邀请耶稣基督 你进入我的生命 做我唯一的救主 赦免我一切的过放 我的罪 赦免我的骄傲 自私 贪婪 不惠 情欲 我愿意弃绝这一切的罪 我的说谎 我的欺骗 我的怨恨 我都愿意完全弃绝 求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洁净我的心 洁净我的灵魂 我也愿意让耶稣基督 在我的生命中 做我的主人 我的君王 我的神 带领我的一生 亲爱的主耶稣我将我的心 完完全全的 毫无保留的 献上给你 我的生命是属于你 祈求你 用你的圣灵 来充满我 我需要你的力量 谢谢你给我新的身份 让我可以得了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奉耶稣基督得胜圣名 祈求感谢 阿们 如果你是基督徒 对于这次居家隔离 也许对你来说是好事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可以求问上帝 我刚刚也给你一些的 一些的 启蒂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因为你知道之后 你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 好不好 你来到上帝面前 你跟神说 我需要 基督徒 神的儿女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 不要忘记我们所信靠的是 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欠上帝很久了 但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跟祂说 阿爸父 我爱你 我需要 你来带你 我不是孤儿 我有天父 我不是烂子 我有天父的家 我不是罪的奴隶 如今 我的罪得到赦免 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可以胜过罪 太棒了 好不好 再 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做了很久 也许你真的做了很久 那好不好 大人小孩 一起的来 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的 大家感恩跟兴奋的心 来唱这首的诗歌 上帝的恩典 够无用 不关心意即使在 对呀你爱不敢敢 每个季节 恩兴奋的恩典 恩典自由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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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唱这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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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不尽头的爱 永恒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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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不尽